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集的《创业军思》 Felix 你都知道我是做家长 我想很多家长在疫情当中都面对过我面对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小朋友在家,大家都不出街,家长也要照顾小朋友 想出街买菜都非常不方便 我真的有试过,本来想在家住餐饭 但最后买不到菜,还是要叫外卖 咦?但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解决这个问题 Dina,我知道这两位嘉宾都很特别 因为他们是有血缘的兄弟 我记得之前有一集访问他们都是亲兄弟 今天就开这个烘盘包店 我记得那时候两位兄弟真的情同手足 不知道今集这两位兄弟又怎样呢? 他们一唱一和,我相信都是情同手足 先介绍一下两位 有网续街市的创办人 这个卖赛仔的两位创办人 Belle和Rusan 我平时在电视见你们已经很亲切 我很想上来这个节目很久 Felix,我终于见到你们 你好,你好 多谢,多谢 今集一定很精彩 因为这两位可以反过来做主持 我觉得你会被你们抢威 现在我们首先要追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Belle和Rusan 其实不是做这方面的生意 一位是一个明星的代言人、经理人 另一位是一个化妆师 其实你们两者本身对卖赛这件事 都不是太熟悉的 怎样无端端搞这一门生意出来 首先我们两个职业本身跟蔡是风马不相符 完全无关系 我本身来做一个艺人保姆 Belle是一个化妆师 我们本身有自己的职业 我们也做了很多年 Belle好像做了多少个化妆 10年了 我已经这么久了 你也差不多 我也做了7年才做艺人保姆 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打算做汤包 我们两个因为很喜欢喝汤 我们很想做一些汤包的生意 和做一些好喝的汤包 给不同的客人去试饮 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刚好来到疫情的时间 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想 如果只是买汤包的话 好像不太好 不如我们试想想一个方法 可以帮别人买菜 所有在家中三餐的东西 都可以一次过送到别人家 这个建议好像挺好的 我们就开始了买菜仔这个商业 刚刚说过我们对蔡的认识 可能本身不是那么大 但正正我们家本身是一个做蔬菜的生意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在蔡兰长大的 的兄弟 大家都在那里玩 那里做事 或者被阿嬷拿下来 帮忙排一下萝卜 几里坑 所以我们对蔡的认识 我们不是很深 但基本的认识我们是有的 日式是很大的 是 大家都可以 是 大伙想问 其实你们做这个网上买菜的平台 其实是如何营运 一个流程是如何做的 例如人家如何订购 然后到送货 流程是如何的 这是什么服务 其实上网下单 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方法 就是认识 上网下单 下单之后 其实我们今天下单 明天就会准时送到你家 不过网上买菜这类平台 其实我做了少许资料搜集 我见在再早期少许 已经有人尝试做类似的平台 但是很多到今天 我见都结了业 我见他们主要的问题 就是没错 单是多的 都多人喜欢网上买菜 但是因为那个营运的成本 例如物流、运输等等 因为你知道 做这门生意应该是博利多少的 但是物流等等 在香港成本时太高 所以每次买完菜 送到家 基本上都是成本高 变成了蝕本 所以很多平台 都是因此而接了 你们的想法是如何的 要转变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 因为你一打就打全港 因为online的市场就是这样 你不能够限制于 可能某个地区 你一打就是一个全港性的东西 然后你就要慢慢把它 我们就会慢慢收窄 令到运输成本去减低 例如一个地区里面 你做到某个单量 那它的运输成本 你便可以收窄 对了 那你便可以做到 那个价值再细小一点 慢慢去修正 那我想问 现在你们的平台 那个服务范围区域 是在某几个区域里面集中 还是全香港都做的 全港的 全港都做的 是 但在市场上 我们便会慢慢推出去 每一个区 一个区 推出去 那你们觉不觉得 你们本身有个自身的优势 就是本身可能你们的家族里面 都是在街市里面 做一个卖菜生意 甚至做一个批发生意 这件事会不会是令到 刚才Felix所说 其实有不同的公司 都在做你们的事 但可能本身它是一个平台 它未必那么熟到街市的行情 又或者未必有街市那种人物关系 你们有多这件事 当然了 我们有个本身自己的天然资源 本身家人是做梳菜批发 还有我们的地理位置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是在长沙环的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除了我们的赛市场之外 其实我们后面就是鱼市场 我们上面就是鱼市场 其实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餐单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 包括有鱼、有新鲜猪肉、牛肉 新鲜鸡、冬肉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附近之外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到更新鲜的食材 可以给大家不同的客户 其实很老实说 你刚刚所说的需要的东西 是必要你才开出一间这样的公司 我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没有自己本身一个原材料的疏性 是基本上没有可能做到的 听说两位新的平台 其实无论服务或产品方面 都跟过往平台有分别 可能因为这样有新的突破也不足够 反而我也想追问两位 因为两位是亲兄弟的血缘 因为本身我认识这两位 唐兄弟 我没那么亲 但我跟他一起打机的时候 我发觉两者的性格有点不同 例如Abel 我觉得是比较向前冲 是一个先锋来的 Vilson就比较在背后 就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为主 其实两者的不同性格 去到一起合作做生意的时候 会否都因为这样而发挥 例如Vilson可能在背后做多些东西 Bel可能会冲前一点 可能主动跟不同的赛摊 聊不同的批发合作等等 有没有 究竟是冲突多了还是合作多了呢 冲突也有 我们有个好处的 就是我们两个都不是真的 很有性格的人 没什么所谓的人 大家都会想做 做到就做 那就试一下 那你不知道的 那你又想做 我觉得未必可以 但又不是的 但我又会觉得 都让你试一下 你可能会有效的 我觉得这样可以互补到 大家就会有不同的尝试 两个的性格上可以互补到 亦是很容易的 大家都以合作为主 反而我有件事想问 就是原本两位的职业 都可以说是挺光鲜的 一个是在演艺圈出现 性光鱼鱼鱼 都想做化妆师 也有自己的公司 其实 为什么会 这么贸然 放下了自己的本业 去做这门的生意 还有家人或另一半怎么看呢 我不是说街市的工作不好 但是和你原生的工作 好像地位上 或者别人的看法有一段距离 你怎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其实又不需要去调整 当然工作环境是转变得很大 以前的出入地方起码有冷气 我们现在出入的地方 特别现在夏天的时间 可能三十四五度 其实可能都在一个室外的地方去工作 包括运货 包括侧货 但是我也是觉得我们香港人 香港人是有一个很厉害的精神 就是冷屈冷身 可以适应在不同的环境 我觉得无论任何环境 只要做得好那件事 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还有我们本身开这间公司的时候 其实本意也是想帮人 因为当时疫情的时候 很多家庭是买不到菜 好像我这些人 对 或者家庭的小朋友 又不方便下街市 始终有很多细菌 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开一间公司 去帮别人买到菜 本着帮别人的心 你会否做得开心 无论环境如何转变 我觉得都是一件开心的事 菲成呢 我有点不同 虽然我们一开始都是想帮别人 但因为我完成了化妆生涯的时候 我中间有段空白期才开这间公司 这间公白期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因为家庭的身体状况 即是爸爸未必可以再去做到他的工作 所以我回了去帮他 帮他手去打理他公司的业务 本身就做蔬菜批发 在里面也认知了很多不同蔬菜的形式 例如扣货在哪里做 怎样选取食材回来 究竟每一天香港的菜是怎样来 你们吃的菜是怎样去到香港 然后去到你们口中 那时反而认识了多些菜的知识 再不是表面说这是菜心 这是什么 究竟他们的菜心在哪里运来的呢 流程是怎样的呢 怎样令到他们保鲜到最好的状态 来到香港 或者去到你们的家里呢 在那时就学了很多 再去到现在因为疫情 然后去到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多的知识 更加多的得心领受去做到那件事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这本生意在数字上如何经营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看看 回到今次《Tranbourne Sea》的时间 但Tina我们上一节 就和Bell和Vilson探讨过 两者本身都是星光泣泣的地方去工作 一位是化妆师 一位是明星的经理人 其实两位合作一个新的网上平台 去买菜的时候 其实起动资金也很想知道 现在很多人很流行在网店 而你们偏偏就选择在这个时候 做网店生意兼买菜的话 其实那个起动资金是需要用多少才能做到 其实开网店有一件事是很好的 就是你的起动资金是很少 你就可以足够找到 因为首先我们一开始用的方法 其实我们是用一个 WhatsApp的方法去买我们的东西 我们开始用一个很原始的方法 我记得是4月26日第一张单 而那张单是我表借的 其实我们是零资源零成本 开设这个公司的业务 首先我们租金也很便宜 因为我们在赛市场上 我们总共用了十万元以下 我们就开始了 一开始 十万元以下 就可以开始了我们的商业务 我经常都听到 好像你这样说 开网店的成本比开实体店 都是低一点 但是是否真的差那么远呢 例如你开实体店 人们就去你店铺买东西 买完你完整的服务 他们就拿东西自己走 但是你开网店的话 其实你很多事要照顾 例如你要照顾物流 又要照顾CS 就是顾户服务 这些都是成本来的 当然是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是做完所有的事 我们全部的事 对 由接单 由CS到收货 到送货 到买货 所有的事都是两个人做的时候 那时候一开始的成本就会降低 当然现在开始单量多了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应盟到 这样的单量的工作量的时候 我们都要请人 你刚刚说得很对 就是这个CS 物流 执货 其实全部都是要供人 所以你说其实开一间这样的网店 是否与实体店的成本相差很远 其实我们现在计算的时候 可能真的不是相差太远 因为始终我们要收货 因为我们现在卖的东西差不多有二百多款 将二百多款 每个客人的要求都不同 你要把它收货得正好 亦是一件很大的工序 所以亦需要一定的人手去支撑整件事 买硬件上的东西都需要 对 雪柜 现在我们添置了很多的雪柜 因为我们买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有冰鲜的东西 即急凍的食材 亦都有新鲜的食材 两样东西的温度都不同 甚至菜的温度都需要不同的存放 我们需要添置很多的硬件 去完成这件事才能确保到的质素 送到客人的手中是好的 所以好像O2O这种概念 网上和网下虽然好像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其实要做到真的互补 某个程度上 实体需要的东西和网上需要的 某程度上成本都真的差不多 以及IT的支撑 是的 IT的支撑也是一个成本 所以真的要开多些缘 赚多些钱才可以 刚才阿Bell你提到 可能4月的时候 就尝试在WhatsApp不同的群租 去赶發你这些宣传的信息 其实除了这个宣传手法方面 有没有其他方法 都可以吸引多些客户码 其实我们都用了很多方法 我们想得到的方法 我们都尝试去试 因为始终刚刚新开了我们的公司 我们都想多些人去认识 第一件事当然是上来这个节目 我们去做一些媒体的访问 亦都用不同的网络的媒体 去宣传我们自己的公司 令到更多人认识 我们亦有去到不同的屋苑 去做一些免费派发的服务 去让他们感受一下 我们公司的新鲜蔬菜和食材 是否真的好 究竟上网买的分别 还有你上街市买的分别 是否质素会不同 你可能试过 原来上网买的时候 原来质素也很好 甚至乎更加新鲜 因为每天都是新鲜 运到他来到他家的 是因为这个做网店有一个挺难的难关 就是因为大家买菜的时候 都喜欢自己选择 这是我们香港人很习惯的买菜习惯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 我没得选择 但又对你们公司有信心 这是我们最难冲破的位置 只能靠口碑 只能靠人传人 诶我试过真是好 陈思拉不如你试一下 他又觉得好 当你慢慢全拍开的时候 你的口碑又出来 口碑又出来 大家就对你有信心 这是很重要 我们公司其实是我们的宗旨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做蔬菜 我们每一天卖给客人的蔬菜 都是每一晚新鲜运到香港 第二天直接送货 我们全部的菜都不留过 可以确保到 每一棵菜都是新鲜的程度 这是我们的保证 所以现在客人吃客吃客 他们有信心 他们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同的食材 嗯嗯 那是不是这么说呢 我听你这么说 你第一个客人就是表姐 是的表姐 其实现在你们的潜在客户 是不是已经 譬如我这些在職的家长之外 可能平时要上班 你们潜在客户 已经拓展到一些家庭主婦 真的不在这个时间 未必想去街市买菜的人 是不是已经有这类的客员 不是 你们恒常现在有见客户 譬如四月到现在 开了差不多五个月 五六个月 即客户增长有多大呢 其实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第一天 即是由四月开始 我们平均每一天有几宗 对了 都是表姐 她的亲戚 和我的朋友 然后开始慢慢传出去的时候 就开始有十几宗 十几宗的增长 最高峰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疫情 第二波疫情 第三波疫情的时候 就是禁止糖食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的单量 是标到可以有一百八十几宗 是一百八十几宗 那时候我们是要截单 因为我们的人手不足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一百五十宗 就要截单 现在开始好一点 开始回落一点点 平均每天都有八十至一百宗 差不多的量 昨天刚刚看 就刚刚达到了一万个客户 对了 很开心 很感谢大家支持 我听你来说 你们的宣传手法 由最开始 其实是亲朋戚友是先行的 然后慢慢透过不同的社交平台 或者不同的媒体报导 然后说法到很多大众都认识你这样排 即是由开始的几张单 变成现在就过百张单去做 我也想知道一些 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发展 我说未来通常会说 短期目标或长期的目标 会不会将来有些东西 特别想做多一点 有的 例如我们可能会想做多一点 开始慢慢做多一点自己的产品 自己研发 因为我们也是做菜 其实蔬菜可以演变很多东西 或者我们一开始说的汤包 其实我们本身打算做汤包的生意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自家制的汤包 或者会做其他杖料 做多一些自己品牌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很喜欢煮东西 我喜欢吃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东西 就是我们介绍给你们的东西 就是一个质素保证 或者是让你试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可能会有些外面的东西 可能会做多一点 因为自然有一个上线市场 你的信心很重要 我们想有些客户 可以让你看到我们的产品是怎样的 到你上线买的时候 你都起码有个信心 我真的看过那件产品是漂亮的 我觉得可以的 还有我也听到 例如像阿威生说 除了现在做online 未来会做offline 其实很多老板现在都走这条路 online做网上生意 offline也有一间的实体店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随着疫情 其实边发市太大了 当疫情有一个叫做爆发的时候 大家就一窩蜂去做online的生意 又或者是去online的消费 但是当疫情缓和的时候 大家又会有一个报复式的消费 做offline 所以市场上有不少的老板 好像两位那样 除了现在积极发展online的业务之外 也会着重做offline业务 即是两者两条腿并行 这个真的我想是一个 我们叫做在疫情底下 一个新的营商的方法 今天也多谢两位了 给了个机会两位了 再说一下 在疫情底下 有一个新的行业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人 是要多谢一下 给了这个启发 或者是一些家人 我很好珍惜这个时间 多谢隔离 多谢人有很多很多的 其实在我们创业的路程里面 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们 我们家人也帮助过我们 有些朋友 有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天使 我们的形容是天使 就是我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也都遇到很多的困难 有没有很多人一开始就跟你说 不要做这些 当然有 有很多的事 有很多人打沉 有很多人 因为不能做的 就算让你做到疫情 疫情一过了就不会做到 又或者像Felix所说的 我曾经见过 之前有人开这些 都收拾了 搞不定的 是的 有很多很多的 但也有很多天使 会在你有危难的时候 会过来救你 我们幸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背景 我们本身认识很多朋友 而且自己本身也很坏好 即是未必可真 对 即是认识到很多好朋友 在你有难关的时候 譬如你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朋友 有朋友就会帮你 这个是很幸福的 我也不特别点名字 但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天使 也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出手帮过我们 所以在创业路上 如果遇到一些人值的珍惜 都可以转换成这个法律 今天很多谢两位的分享 是的 有机会真的要跟两位继续听下去 很开心 我都很想上压力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